TVB打工皇币,身家超20亿,却做跑龙靠25年,人生太轻松。 要说到香港马里富二代最多,那一定是造星大台TVB。 放眼看去,如今TVB几乎成了富二代,新二代的玩乐的。 他出身于书香世家,大哥是号外杂志创办人,二哥也是成功商人。 而他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会计,原本入行做高级会计师,月收入时W。 不过家境富裕的邓子峰根本不在于这些小钱,更多是为兴趣而做事。 在关系网下,他加入亚视作电台DJ,后来更在TVB闯出名堂。 从电台DJ到主持人,跑龙套配角,他在TVB被后人称十郎。 即因爱好多,最冷门运动到小于种,他都会,堪称十项全能。 他在TVB参演过无数电视剧,饰演的角色多半只有几句台词,真正的跑龙套。 因为他长得正气,多数角色还是以警察、律师等专业人士居多。 相信大家最有印象的应该是他在冲上云霄里和将美宜组成夫妻,还玩了一场场戏。